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高级救护队继光复分队听色新建工程 30号的上午举行了开工动土典礼 由县长徐真卫率领着消防局 以及益销总队主管 干部人员志工等到场主持 并且举行了祭拜祈福和动土的仪式 多位县议员以及光复乡长林清水和地方人士 都到场来管理 培计 场面相当的隆重 高级救护队继光复分队听色新建工程 5月30号上午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由县长徐真卫率消防局以及益销总队主管 以及干部人员志工等到场主持 并且举行祭拜祈福以及动土仪式 多位的县议员以及光复乡长林清水等地方人士 到场管理培计 场面隆重 无论是花莲分队 还有我们的特收大队 再到我们的这个凤林 我们的光复分队 再到我们瑞穗封兵 五个分队将近三亿 三亿的发动机器 我们要把这个五个分队全部更新 让我们的消防伙伴以及益销伙伴都能够有一个安心 而且安全舒适的环境 让他们在背勤的时候不会这么的身心的煎熬和疲劳 工程申请全瞻计划经费总共有4800万元所兴建 楼地板面积350平 楼高三层楼 未来作为全县高级救护员训练基地 也成为光复消防分队的办公厅设以及停车场 动工之后主体结构在明年的春节前后来完成 整体工程将在暑假期间竣工启用 配合我们在地好山好水 还有我们原住民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绿建筑 配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环境越来越严热 所以我们绿建筑这里为一个理想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 目前现有的消防分队都有旧听说老旧 空间不足使用的情形 尤其消防人员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 福情非常的辛苦 希望能够给消防同仁 以及三大志工有最优质的福情环境 有效的维护在地以及游客的财产安全 记者高双双光部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账 双方